重大违规裁罚案例 执行成果懒人包 目前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大海 渔业资源正受到危害 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受到IUU的影响 而IUU也就是非法捕捞 未报告捕捞 不受规范捕捞的英文简称 为了打击IUU 我国渔业署做了许多的努力 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改变现况 并使渔业资源得以永续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重大违规裁罚执行的成果以及重要性吧 渔业三法定定后 大幅提高裁罚非法捕捞的罚还 过去最多罚3至15万元 重大违规罚还已经提高到都是百万起跳了哦 这样的高额罚还 目的就是其警示作用 主缺非法捕捞行为 那我们要怎么发现违规的传支呢 利用以下几种方式 国内港口检查 资料比对 监控中心以及港口沿岸国通报 都可以让IUU无所遁形 那么又有哪些行为会变成违规的案件呢 其中包含了 捕捞杀鱼割齐细生 捕捞已超过鱼货量配额 捕获通报不时 未经许可转载谢鱼 未经许可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捕捞作业等 这些都是违规行为 必须接受裁罚 我们要如何判定一般违规行为 即重大违规行为呢 远洋渔月条例第13条 有名列何类行为为重大违规 非属重大违规行为 以外之违规行为 即属一般违规 以谢鱼预报为例 未应规定程序通报谢鱼 属于一般违规 未经许可谢鱼 包括谢鱼未通报 或谢鱼完毕才通报 就是重大违规哦 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 以下三则重大的违规案例吧 案例一 宜兰南方澳籍渔船 违反尾延神调 或监委违网渔船 赴太平洋作业管理法 捕获的鲨鱼翅 与鲨鱼身重量比例不相称 涉及割齐气身 依法处以120万罚欢 案例二 屏东籍渔船 于印度洋作业期间 未以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以Logbook回报渔货资料 被处以新台币 240万元罚欢 案例三 高雄籍渔船未经渔月属许可 致中国宁波港泄渔 违反远洋渔月条例 被处以600万元的罚欢 看完了上述介绍及财阀案例 有没有了解永续经营海洋资源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 我国透过修订渔月三法 加强水产品可追处系统 强化国际渔月合作 并改善渔月管理机制 积极参与国际渔月组织 遵守国际规范 以利海洋渔月资源的永续利用 对于远洋月管理改善 及善尽船举国的责任义务 更是责无旁贷 关心远洋永续资源 你我有责 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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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资源 网友 系列 いい scroll 系列 我来不可能